今天帶大家去看看古爐水鄉 這裡是江門 古爐水鄉 做了幾十年廣東人 古爐水鄉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是這個老闆提議的 他不提議我經常都升不起來這個地方 挺漂亮的 現在是五點鐘 天氣已經暗了 暗了 所以你看我換上眼鏡 老闆,那是甚麼手部 古爐水鄉旁邊呢 華僑城呢 不知道是建房子還是搞旅遊 沒有旅行 甚麼沒有旅行 進去吧 今天超級安靜 有個衣服在這裡 很小的 不知道是否平時都是這麼安靜 還是怎樣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很安靜 完全你不覺得它是一個景區 當然可能它也不算一個景區 遲些難說 華僑城這樣建房子 搞些甚麼文女項目 很舒服 挺舒服的 在這些村 環家窄巷 穿行 幸好現在有 渡航這件事 否則可能會當室路 但是 天亮是甚麼感覺 一天黑就 應該都挺可怕的 家家戶戶都 穿得出一些池塘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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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沒有甚麼人 現在這條村 全部都是剩下老人家 那些年輕人 是否出手去做事 很多屋都 都丟空 很舒服 不走 很認真地說 真的很安靜 很舒服 但是 如果再晚多 可能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很恐怖 最重要是 很多屋都充滿了 很舒服 其實有點害怕 切腿吧 吃東西吧 但是 如果真的容易罵罵 是真的挺舒服的 天空上網很漂亮 假設 我們幻想一下 哪有每一間的 這些房子 全部都變成 Cafe 或者是一些 譬如 精品店 或者是一些藝術家 畫室 之類的 有特色的東西 而不是千篇一律 那些 的話 就是你幻想一下 這個場景 在這些地方走 生活 是很舒服的 當然 這些想法是美好的 但是要造成這件事 是相當相當不簡單的事 因為如果做得到 這裏就是 另外一個 什麼什麼 什麼麗江古城 什麼大利古城 這裏是完全具備這個條件 不過現在 說得難聽一點 有些鬼城的感覺 因為人數太少 而且 第一沒有了生活氣息 第二 沒有什麼藝術氣息 如果 籌米這兩件事 絕對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吃東西 在附近吃東西 這邊應該吃魚好 老闆 吃魚 吃魚 到了 喂 環境幾好 哈哈 為什麼要嚇人? 我們來早了嗎? 現在6點 有人嗎?坐在這裡 蒸什麼? 和筍 中蝦和筍 怎麼樣?還吃什麼? 雞嗎? 吃不吃到雞,我們兩個人 做個湯 做個湯 做個泥 做個湯 夠不夠? 回去再燒夜 先吃點 這個湯 是不能撈底 因為有魚骨 如果撈乾淨 可能有魚骨 會刺到你 所以只是做個面子 準備下雨了 整堆蜻蜓 蝦 蝦 蝦 如果天氣好一點 這個位置 做個什麼 Time Lapse 現時攝影 應該挺漂亮的 可惜 第一餐 結束 如果你問我好不好吃 我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由今天早上到現在 才吃第一餐 非常餓 所以我覺得超級好吃 至於真實味道是怎樣呢 可能要我不是很餓的時候 才試得出來 但反而我覺得非常好吃 感興趣的朋友 離開這邊玩的話 可以去試試 轉場 第二場回廣州 第二場回廣州 那麴 買音了嗎 好吧